多伦多猛龙 本萨季截至目前最炙手可热的球队 战绩时胜一副 不但高居东部第一 海利亚状态 一场火热 那勇士坐上连忙头把脚椅 尤其是 在缺少头号当家球星莱奥纳德的情况下 把湖人手劫狂胜25分 让外界对现在这只猛龙 有了发现腹地的认知 本赛季的猛龙的确不可小视 数据显示 猛龙的百回合进攻效率 为114.8 仅次于勇士排在联盟第二 百回合防守效率为106.1 排在联盟第九位 全队场却26.1次助攻 排在联盟第四位 头中129记三分 排在三分命中榜的第五位 场局内线得分54.2 排在联盟第五 场局快攻得分20.1 排在联盟第四 综合来看 这是一只攻防兼备 内二军横 能快能慢的球队 如果成熟的球风 联盟之中除了勇士和猛龙 恐怕找不出第三只 尽管很多媒体都预测 猛龙本赛季成为东部的一支强队 但崛起的速度 还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洛瑞突破三分 两样精通 11.5次助攻 稳坐助攻王 以巴卡连续两场爆破 孟茴雷霆 阿兰修纳斯内外通是游刃有余 丹尼格林铁打的加衫不要 投出指引生洋单赛季 最高的47.6%的三分球命中率 西亚卡姆是把一刃 冲击面框杯框的效率同样高得惊人 仿佛一夜之间 小萌龙变成了人间人怕的霸王龙 在莱纳的阴山休战的最近两场比赛中 萌龙打胜虎人 轻取绝世都不费气力取得了胜利 貌似猛龙的成功和莱昂纳德没有多少关系 当然 作为球队的当价球星 莱昂纳德并不会因此而尴尬 原因是莱昂纳德的两点特质 让人很难将其与独流联系在一起 一是防守 作为两届最佳防守球员得主 莱昂纳德即使在进攻端有所失常 但在他防守端的作用 依旧无法替代 尤其是关键比赛的关键时刻 他能够去盯防对手的箭头人物 这是其他超级巨星所没有的能力 二是稳定性 莱昂纳德的球场表现 如果他对面不表情一样 冷静稳定的让人可怕 球尼门调侃说 不管开局命中率如何 莱昂纳德总是能够在比赛结束 前将命中率投到五成以上 稳定高效就是他身上最大的标签 而且作为一名已经在季后赛证明过自己的球员 他超强的个人单打攻坚能力 在刺刀剑红比赛之心橙色的季后赛 关键时刻 才会展现真正的作用和意义